Hello 我是Laura Merced的Randolph 今天我會和大家示範一個Christmas Look 通常Christmas Look 我們都會感覺上很誇張 或者是很閃 但閃的眼影通常我們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令眼睛很多時候會很容易化 那我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Christmas Look 還有可以加上一些少許Smokey Eye的技巧 可以做到一個很eye catching的化妝呢 一會兒我會和大家示範一下 OK 現在我們就示範聖誕節的化妝 其實眼妝呢 無論你有多複雜的化妝 其實打底的功夫都很重要 因為打底能夠令妝會輕鬆一點 還有令到顏色比較均勻一點 我現在手上有一個叫eye canvas的產品 它有一些人造的蠟質 當你塗的時候 其實它有少許遮瑕膏的作用 當你塗的時候 你很casual地拿一個遮瑕膏掃 然後你沿著你的皮膚 慢慢推開它 它除了吸油之外 它會令到你的eye shadow 能夠上色一點 還有眼色會出一點 當它乾了之後 其實它就不會溶 尤其是很適合一些眼油比較多的女生 它在化妝上面 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幫手 你看到其實兩邊眼 你也看到有一邊眼的膚色會再看起來再均勻一點 OK 接著呢 有另外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 聖誕節我們通常會用一些比較閃一點的eye shadow 所以看上去再eye catching一些 但是閃的eye shadow 通常都有很多shimmer在裡面 有時候會塗的時候 如果你技巧不是那麼好的話 有時候會掉到周面也是 又或者眼 shadow會不耐用的 我有一個小小的提示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想用一些閃的eye shadow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濕了一枝掃 接著才塗 它跟一般的cream的eye shadow有少少不一樣 因為cream的eye shadow 它有少少油分在這裡 但是因為這個是粉狀的eye shadow 我們沒有油分 它也會比較順 感覺上會比較順 同樣道理 我現在在塗的是一個金色的eye shadow 不妨金色淺色的eye shadow 我們可以再大膽一點 大膽到什麼階段呢 就不是說只是放在雙眼皮的位置 我們不妨可以整個眼蓋都填滿它 但是你會說 如果金色的eye shadow 如果我的眼影是比較浮腫的話 那會不會令到那個眼影會再腫一點呢 這樣其實都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單用一個金色的eye shadow的話 但是一會兒我們會示範 金色之外 我們會搭一個墨綠色 和一個藍色的eye shadow的時候 當你看上去有幾個顏色的配搭 層次感強了的時候 你就不會看上去有個眼中的效果 你看到現在我這樣塗的情況之下 我沒有任何技巧的 我就這樣輕輕撥開它 我都沒有一些金色的eye shadow掉下來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技巧所在 但是你會看到很漂亮的很均勻的金色的eye shadow 但是不幸地如果你也是比較容易有 eye shadow掉下來的情況之下 我亦都建議大家你可以穩妥一點點 你可以用一個專門用眼部用的碎粉 那你用法很簡單 那你在蓋子那裏你擦開它 那這次我們不妨可以落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但是這個碎粉和一般的麵的碎粉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因為麵的碎粉通常是有一個吸油的作用 但是這個專門用眼部用的碎粉 它不單止不會吸油 它還有一個brightening 一個光亮的效果 如果你眼圈是特別深的話 你不妨可以落多一點點 那一會兒我們會把化妝後抹走它 好了 剛才我們說過 我們塗了一個金色的eye shadow 現在很sharp 很漂亮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有層次一點的效果 那不妨我們現在配襯一些綠色 綠色也是今年 綠色也是今年一個很流行的一個顏色 我們嘗試可以在眼頭的位置 現在我是乾用的 乾用的你會發覺比較容易會掉下來 那個eye shadow 但是不怕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eye shadow打底 而且我們也有一個眼部的碎粉打底 所以只要掉下來 我們一撥走它就可以了 我聽到有些女生經常都有個疑問 就是說我的眼睛又比較細一點 我的臉就比較闊一點 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我的眼睛 可能看下去會大一點 而臉又看下去會小一點的呢 那其中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深色的eye shadow 好像在身上一個灰色的eye shadow 特別是塗多一點點在眼尾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拉長一點點 最好就是由眼尾撥回到眼頭 這個位置 我們很隨意地輕輕撥回長一點點 那當眼睛拉長一點點的時候 看下去那個臉的輪廓就好像沒有那麼闊的了 那你會看下去那個臉其實會再窄一點點 會瘦一點看下去 好多女生都很關心 如何令到那個眼睛會鎮明一點 那我現在手上有一支eye shadow筆 那它又可以當一個eye line 亦都可以當一個eye shadow 那用法很簡單 那我們可以在睫毛那個根那裡 我們輕輕 畫筆 那這個是超級防水的一個eye line筆 這也是eye shadow 那畫完之後呢我們拿一個eye shadow掃 細一點的 撥回均勻 如果你想做一個smoky eyes的效果呢 甚至乎你可以用這個eye shadow掃 撥一點點 那記得了 smoky eyes其實就不一定要是灰色 黑色 啡色的 其實可以是很多種顏色的配搭 最重要是你看下去那個eye shadow 是有一個層次感在那裡 那誰不知可以有層次感在那裡 就是你不同大膽一點去嘗試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在下眼線上面呢 我們又是用這個eye line 來做這個carpia stick來做 但是這次下面的眼線 我們就不是整支塗下去了 我們就用掃幫手 因為它可以做到一些比較仔細的效果 OK 那麼剛才你見到 我們有些eye shadow跌了下來的 那不妨我們可以用一個 胭脂掃 因為胭脂掃是最柔軟的掃 那我們按一下胭脂掃 撥走那些粉 那你會發覺呢 當堂就 眼下面的位置很乾淨 一些閃粉都不會有 那你的smoky eyes呢 就會做到你感覺上是很 很雲巡 還有不會好像很骯髒的感覺 那其實一個聖誕節的眼妝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做 其實輕輕你選幾個顏色 還有你知道放什麼位置 其實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了